現在我們要開始唱的是叫做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他非常簡單 他空氣很少很簡單 好不好 我們先講一些奇怪的話 手平舉 拿著一個連著整個小球 如果你把手放開 球離手就會發生什麼事 掉下去 那想在幹嘛 這個叫做 地球有拉他嗎 畢竟一定拉他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放手的時候 是把他綁在那個天花板上 那請問你 那他的球會不會掉下來 也會 因為天花板拿來他 OK 很好 我要講這件事要告訴你 要出力 出力的東西不需要被示好 不需要被想 天花板不會想 他就可以拉住我們那個球 不用思考 也就是說 不是你想出力就一定出得了 不是你不想出力就一定不會出 不是的 有一些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會發生 不是你想要不出力就可以不出力 不出力的 不是這樣子 好 比如說我們這個圖裡面 天花板拉小球 地球拉小球 地球也不會思考 有個引力拉他 天花板也不會思考 天花板拉他 他們都不思考 所以你不見得是我想要出力 我才會出得了力 沒有這回事 不是這樣子 那你很 有些人是很自然而然 他就會出力 就會出到 所以我們要解決一些問題 不是想要不失力就可以不失力 想要不失力不是這樣 並不是如此 這在以後 尤其在大學做我們討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不是想幹嘛就可以幹嘛 想要不失力就可以躲到 不見成這樣 不見成這樣 OK 那以後再說了 我們這邊有個力圖的分析 地球拉著小球 然後呢 繩子拉小球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球拉繩子 我們就把它跳到沒有角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 繩子拉天花板 還有一個天花板會拉繩子 好 這種力圖的分析 在我們未來教牛頓2的時候是重要的 就是你要搞清楚他到底受了哪些力量 那這邊呢 有一個力量呢 叫做張力 就是繩子的 像左右兩邊拉的力量 繩子拉天花板 繩子拉小這個力量 稱為張力 在高中會有比較多的這種題目 請問你算張力有多大 基本上國中沒有這個題目 國中沒有這個題目 沒有這個題目 但是你知道有這樣的力量 這個力量呢 在高中我們要稱之為張力 稱著他人的力量 稱之為張力 然後高中會請你算 國中其實也有人出過類似題 你會有碰到的時候再說 但是我們暫時不管他 就當作我們對方論上 好 這樣的例子的分析 好 我講過對未來是重要的 你要知道他受什麼力量 那麼我剛剛講過 我想表達就是 你不是你想出力就出力 你不想出力就不出力 好 那這個人這樣撐著 那怎麼以窮窮狀況 這個人有沒有壓著墻花板 對不起 壓著牆壁 有 這個人有壓著牆壁 那牆壁有沒有吃的他 有 好 這裡就準備要帶出我們 剛剛我要教的名字的第三 這個圖裡面 牆壁不會出思考 但他還是會出力 重點是要講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人有壓著牆壁 但同時呢 牆壁也支撐住人 對人有私利把它撐住 所以一個是人對牆壁的私利 一個是牆壁對人的私利 這就是我們當會要跟會交代的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我們要跟會交代這件事 就是讓你演解一下 好 那我們就準備要來看牛頓第三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講什麼呢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是 當私利給一個物體的時候 物體一定會給它一個反重力 就是呢 我愛妳妳就愛我 我答妳妳就答我意思 我答妳就答我 當我一巴掌打在妳身上的時候 我說我對妳施了力 但同時妳的臉也一巴掌打回我的手 打回我的手 妳也同時對我施力 同時也對我施力 就是說有作用力就會有一個反作用力 對一個東西施力 它會給它一個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這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定律 重點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而且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還有一句 同時發生 也同時消失 有作用力就會有反作用力 沒有作用力就會有反作用力 好 同時存在 同時消失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好 然後比如說 我們這邊有個影片 給各位看一下 它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好 其中一位同學拉著短上的繩 另一位同學的手隨即地拉過去 我們拿起個彈弓器 然後現在呢 作用方式 我們先來拉一下 這次女同學靜著隻手不動 好 一個是我要拉你 一個是你要拉我 我們看到兩個稱的獨租都是3N 你能夠用牛登定律去解釋這個現象嗎 好 只在大概3的位置 它在3的位置 另外一個也在3的位置 要做大小相同 一個向左拉一個向右拉一個方向 相反 然後在一條線上 所以重力跟反重力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重在一條直線上 在一條線上 就是我們的 如果男女同學都會用3N這麼大的力 來拉大工程 你猜一下大工程的獨租會是多少呢 我們看到兩個稱的獨租都是3N 它的3N是三牛頓嗎 牛頓不是公斤嗎 不是 會不會焦 好 這就是跟你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重在一條直線上 所以 第三動力很簡單 就是有重力必有 反重力 我答案你就會打我 我愛你就會愛我 然後呢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重在一條直線上 這就是有關於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